阿姨再做一次喔 我們把兩隻手比七 對 比七 好 我們把兩隻手手比七對不對 然後阿姨的長長的中指 要繞一個圈圈 這樣線才不會滑走 好了之後阿姨說要像 拉小提琴對不對 慢慢的通過那個緊緊的牙縫 好了之後啊 不是就直接挑起來 菜喳彈出來 不是這樣子喔 我們要把牙齒彎成一個C型圓圓的 彎成一個牙齒的弧度 包住牙齒 對 我們要把牙齒包住喔 好像在洗澡乳拉拉 一樣要把牙齒的那個弧度 把它刮乾淨 刷一刷清潔乾淨 最後才是把它輕輕的再挑起來 這個時候我們牙縫的牙菌板 還有菜喳就清乾淨了 那我們可以拿一個衛生紙把它擦掉 再換下一個牙縫 那記住一個零接面 一個牙齒的牙縫 有左邊一個牙齒 跟右邊一個牙齒 兩邊都要記得魯拉拉 對 兩邊都要刮一刮 然後擦乾淨我們才換下一個牙縫 所以每天睡前會建議媽媽 我們刷牙籤 讓小朋友躺在我們的大腿上 幫他用牙線清乾淨 對 那這個是牙線棒 那其實牙線棒啊 因為沒有辦法把牙線完成 C型包著牙齒來磨擦 所以其實它比較不好 但是如果不太方便的時候 或是出外還是可以用 那記得用的時候輕輕的 也是一樣可以像巨木頭一樣 輕輕的放下去 再輕輕的挑起來 不要硬壓這樣子會傷害到牙肉 小朋友牙肉會不舒服 那麗澤姐也要幫監視機器 的爸爸媽媽會說 那我們是小時候 幫這個小朋友自己 做輕牙線的動作 要躺在爸爸媽媽的腳上 幾歲開始 他們可以自己嘗試自己弄的 當小朋友到大班 或一年級的時候 他們手部小肌肉動作 比較靈巧了 那我會先建議小朋友 就開始照鏡子 從最前面的牙齒 開始練習喔 那前面用的順手 自然而然我們就越往越後面 慢慢練習 慢慢就會學會 那是不是說 如果我今天可以刷牙的話 就可以不用用牙線了呢 因為牙刷刷毛沒有辦法 伸入牙齒的臨界面 這兩個都一定要 對 所以啊 再怎麼忙碌 再怎麼想睡覺 睡前刷牙前 最好至少都要用一次牙線 那這時候 麗澤姐姐問題又來了 那用牙線跟牙刷 都是要一起相互相成 我們都要兩個動作 都要做到 那到底什麼時候 要刷牙呢 你們覺得什麼時候 需要刷牙的 早上或晚上 還有吃飯的時候 吃飯的時候 不知道 午休的時候 妳的習慣真的很好耶 還有人其他時間會刷牙的嗎 妳還有其他什麼時間會刷牙 甜蜜 早上的時候也要刷牙 大家基本上都是早上晚上 然後可能加了一個中午 吃完飯的時間刷牙 其實刷牙呢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牙齒上面的 菜菜啊還有蟲蟲 剛才醫生阿姨說的細菌 把它弄掉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 最好的情況就是說 小朋友只要有吃東西 吃完了之後 最好我們就要刷刷牙 還有用牙線 把牙齒前面後面還有中間 牙齒跟牙齒中間的蟲蟲啊 還有菜菜啊全部都弄掉 這樣子是最正確最好的情況 那當然不是每一次吃東西 吃完都能夠刷牙 所以至少至少剛才杜阿姨有說 希望爸爸媽媽至少在睡覺前的時候 至少要做一次很仔細的 包括刷牙還有用牙線的這個動作 其實很多爸爸媽媽家裡的寶貝 有喝夜奶的習慣 睡覺前要喝牛奶 可是我問我你喝完牛奶 他可能就已經想睡覺了 有沒有就是喝完牛奶直接睡的 沒有 你喝完牛奶就直接睡 那你有沒有因為這樣鑄牙過 有啊 有喔 對啊 那怎麼辦 因為其實 尤其是他們已經比較大了 更小的寶貝 甚至是還在牆寶中的寶貝 一定都是有喝夜奶 那他們這樣喝完之後 可能也沒有辦法再幫他刷牙或什麼 這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會建議小朋友 大約周歲以後 睡前喝完累累 就要開始訓練他刷刷牙在睡覺了 對 那我們睡著的時候 小朋友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嘴巴都乾乾的對不對 口水比較少 所以如果我們就寒著奶奶 抱著奶奶就睡著了 那我們那個髒髒的奶垢 就會貼在牙齒的表面 一整個晚上 所以就會造成很嚴重的蛀牙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就是睡前 超過一歲以後 小孩就要開始讓他練習 喝完奶奶 然後刷刷牙再睡覺 那因為我自己也是媽媽 我知道這個很難 所以會有一個過度的方法 如果說我媽喝了奶奶 小朋友又睡著 會建議媽媽在枕頭旁邊 還是準備紗布巾 那我們沾一點點開水 然後伸進去 把小朋友殘餘的奶垢 用紗布巾把它抹掉 這個是過度的方法 雖然因為他睡覺 可是至少你幫他簡單清一下 對… 但是還是要慢慢過度到 可以刷完牙再睡覺 大一點就可以做到了 那其實還有很多教授會認為說 反正小孩子的牙齒就是乳牙 做掉就算了 還在漲 這樣子的觀念您覺得 剛才我們有討論 就是牙齒有很多功能 第一個不是發音嗎 我們就會看到很多小朋友 沒有門牙 所以他發音 比如說他說草莓 他都說成烤莓 因為他的舌頭 沒有辦法頂住牙齒 這發音會出問題 那小朋友剛好都是在學語言 幼稚園都是在學語言 快速發展的時候 所以也許會影響到他的發音 對 所以住牙對發音來講 也會有一些影響 那再來就是咀嚼 有很多小朋友 治療好牙齒媽媽 我們說他都肯吃肉 肯吃菜 因為東西不會卡進牙縫 他就肯多吃了 體重也增加 發音耶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美觀 因為沒有治療 會看到有些小朋友住成黑的 他上幼稚園都不敢開口笑 會影響到自信 對 黑黑的其實就是住得很慘 對啊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其實我們的乳牙 它都現在有一個卡位的功能 就是說 將來乳牙不是都會換掉嗎 底下會有新牙齒要出來 對 如果乳牙都住得爛爛 都住空了 那後面的牙齒可能都倒來倒去的 以後新牙齒要長的時候 就沒有位子長了 牙齒會亂七八糟的 對 你就收到 都更麻煩還要去矯正 對 所以因為有這麼多重要的功能 所以阿姨還是會建議說 如果發現小朋友有蛀牙 還是可以帶來 讓醫生評估 需不需要做治療 所以也不是說 反正乳牙換掉了就沒事 就讓牠住吧 其實這也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滿消極 真的是從小 就要好好保養自己的牙齒 這樣以後大家才會有 天使的笑容 吃東西也能夠輕輕鬆鬆 健健康康的 不會說 吃了以後好痛對不對 今天大家有沒有學到 怎麼剃牙呢 有 有 好 那以後回去 你們現在會自己剃牙嗎 還是爸爸媽媽幫妳剃 我會自己剃 大家也都是會自己剃 尤其是剛剛阿姨 已經教大家怎麼樣拿牙線 然後應該要把左邊 右邊都要挖一下 才會把真正髒東西 通通都清出來 好棒 我們回家 你們還可以教爸爸媽媽說 我今天學到最正確的剃牙方式了 好 我想今天的節目 大家都已經學習到 怎麼樣做好牙齒保健 這樣大家以後都會有天使般的笑容 也不用再忍受牙痛的痛苦囉 謝謝大家觀賞小小童樂會 下個禮拜 還有更精采的節目 我們趕快跟大家一起說掰掰 叫大家下個禮拜要看喔 掰掰 小朋友今天來到小小童樂會 學到非常多的知識喔 不僅聽到好聽的故事 還學到呢 怎麼照顧牙齒的知識呢 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呢 小童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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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